大家好 刚刚吃饱早餐 来看一下这个 蓝天 San Diego永远是蓝天 很少有什么白云 嘎嘎乌鸦叫 永远是那么宁静祥和的早晨 对于喜欢好脏好乱好热了的中国人而言 在美国简直是噩梦太安静了没有人 但是喜欢这种好山好水好亲近的人而言 American flag 而我今天是想聊一个事情 因为最近有朋友联系我 不想走了 外面有点冷 走一下吧 晒个太阳吧 都没有签证 说看我的视频受鼓舞 什么之类的 但是没有美国签证 在这里我想给朋友们一个 善意的提醒 温馨提示 不要花太多心思去想后天的事情 想好明天的事情 今天晚上就想好明天的事情 也就是签证问题 签证 才是一切美国梦的起点 资格证门槛 没有签证你都来不了美国 就不要展望后天的事情了 人需要有一点精神动力 因为你不展望未来的美好 你又怎么有动力呢 是不是 但是如果每天都在展望后天 甚至大后天的事情 而忽略了当下以及明天的计划的话 那这种所谓的精神食粮 慢慢的就变成了精神毒药 就像稀释鸦片一样的 无法自拔 你永远活在空中楼阁当中 就像我之前评价江峰的节目一样 江峰在任何时候都会把一件不好的事情 说得很有希望 给人传递希望 看久了你就会中毒 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什么都是美好的 它有不好的东西 你得为不好的东西做好充分准备 有应急方案 有各种危机处理方案 要把所有的细节想到位 一步一个脚印 去实现美国梦 因为我已经看到我的朋友们 把美国签证失败的 是因为他对把美国签证这件事情 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他简直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或者说碰碰运气的态度 结果拒签了 你被美国的领事馆拒签一次 你就会留下记录 这个记录非常不好 当然不是说百分百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但是你被拒签一次多不好呢 是不是? 为什么不做出充分准备呢? 不要着急 等条件全部具备了 就去申请美签 争取一次性就能申请通过 关于申请美签的几个要点 我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已经分享过了 大家可以翻一翻 总结这句话 对未来的幸福生活要去展望 因为这是人生活的动力 是吧? 源泉力量来源 但是不要每天展望后天 也要计划明天 好吧 那就 谁家的狗狗在这里 拉了便便 也没有清理 这种不文明的行为 应该予以谴责 好了 祝大家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好不好 那些很不爽我说美国梦的那些国处 好了 算了 不骂你们了 每期视频都骂你们也没意思 就这样了 祝大家成功 拜拜